喽 殿下 今天一大早啊 茶茶担心你问起清殿 还来找我问策 在我看来啊 你早把清殿给忘了 对吧 对了 昨天一天不见清殿了 他去哪儿了 行了 还假装关心呢 凤九殿下 你还是别吹冷风 赶紧把身体养好 才是真的 在这儿多好呀 可以吹吹江峰 还能看看风景 身体都觉得舒服好多 对了 您找到冬华帝君没有啊 没 还没 没找到 不知道他过得如何了 这口好好吃啊 你吃一口 这好甜啊 我不要 好好吃 你就吃一口 就吃一口就好了 好 怎么样 好吃吧 好 当然 他们跳得可真好啊 对啊 旁边的东西你要不要吃一点 不要 我核桃吃多了 表哥 如此凉夜 我们不该喝一杯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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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希泽大人今夜怎么没在啊 长帝也没来 你说他不会是不敢见我吧 希泽大人有要事出去一日 至于长帝嘛 说来就来了 父君母后 今夜观星赏月 长帝愿献取一首 祝父君和母后和和美美恩爱一生 难得三公主如此的孝心 好 哟小嘴还挺甜的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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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好 不用了 你不喜欢吗 那尝尝这个 梅子冈 不必了 此处太闷了 我刚想起还有事须处理 我先回去了 你替我跟上军说一声 表哥 表哥 我先回去了 沈爷大人他今晚怎么了 他也是个有心思的人吧 他也是个有心思的人 长帝的琴弹得还不错 阿兰惹 你过来 母后 怎么不见希泽大人 希泽大人他去了哪里 我也不太清楚 恐怕是回来的路上 有什么事情耽搁了时辰 也是常有的事 老母后挂念了 母亲 女儿知道希泽大人 去做什么了 希泽大人去时空山 取护心草去了 希泽大人的去向 阿兰惹不知道 你比他更清楚 母亲 女儿担心菊诺姐姐的伤 还未痊愈 所以去求希泽大人 去时空山取护心草 希泽大人感叹女儿 难得求他一回 既是女儿的心愿便去了 可能 希泽大人走得匆忙 妄和姐姐道别 所以姐姐才不知道吧 既然是帮菊诺姐姐取药 那阿兰惹不清楚 也没什么 姐姐难得大放一次啊 可是那时空山山市陡霞 守护护心草的灵兽 又异常凶猛 要是希泽大人受了伤 倒是有点对不住姐姐了 是吗 希泽大人法力一向高深 一两只灵兽 应该也困不住他的 你也太操心了吧 你 好了 静待 希泽大人回来便是 本君听说 药师 好像有什么宝贝要呈上了呀 禀上军 禀上军 老臣早前曾听上军 提及三位公主的体质寒粮 近日得了几枚祭白果 命药桶熬成热粥 想献给公主们 以调理体寒之证 请上军示下 是否需历时呈上来 在哪里 祭白果 阿兰惹他最近吃不了这个